说到日常最常见的锻炼,大概也就是跑步了。 大家也总是会用一些软件,记录自己每天跑步的速度和距离。 但是今天告诉你,如果你真的是为了健康而跑, 请放下你对距离和速度的追求,开始进行超慢跑。 超慢跑,是一种适合所有年龄阶段跑步的方式。 它比普通跑步更加然之,能够促进新陈代谢, 还能改善睡眠质量,释放压力,降低三高, 对三高人群来说非常的友好。 下面呢,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超慢跑的魅力。 据说这种超慢跑的理念是来源于日本。 顾名思义呢,就是以非常慢的速度来进行跑步, 每公里配速保持在10到15分钟。 大家可能会想,这个速度那不是比快走还要慢吗? 其实超慢跑,就是,要以跟步行差不多相同的速度来奔跑。 甚至是比步行还会再慢一点,也是可以的。 但是呢,虽然速度慢了,它依然还是在跑。 咱们来学一下超慢跑的动作要领。 首先跑姿要正确,保持直立的身体姿势,挺胸收腹,放松肩膀和手臂。 头部要保持一个非常自然的姿势,目光看向前方,不要低头也不要抬头。 这样,可以帮助我们保持身体的平衡和稳定。 第二个要点步伐要稳定。 超慢跑的步伐,应该比我们常规的跑步更要小,但要保持稳定的节奏,每一步都应该放松地着地。 注意在双脚着地的时候,大家看一下,我们采用的是脚掌先着地,然后自然地滚动到脚尖,再由脚尖来推开这样的一个姿势。 但是,我们来看一下,脚掌着地,滚动到脚尖,再由脚尖向后推,那么身体就自然地往前行了。 这样跑有什么好处呢? 就是,它可以减少对我们关节和韧带的冲击,可以降低受伤的风险。 它不像我们跑得很快的时候啊。 这个时候,你会对关节有很大的压力。 那么第三个要点就是跑步的过程当中,呼吸要规律。 超慢跑的时候,咱们应该采用深呼吸的方式,来提供足够的氧气,让这个氧气能够供给到身体。 每一次呼吸,我们都要从腹部开始,然后慢慢地吸气呼气,保持这种均匀的呼吸,可以增加耐力,也可以放松身心。 第四点就是你的跑步节奏要控制。 超慢跑的速度,应该是我们最舒适的速度的。 跑步的这个一半速度左右,一般控制在10到15分钟。 跑一公里这样一个速度,不要去过于地追求速度。 也不要过于追求路程,而是要注重保持稳定的节奏。 咱们在初次练习的时候呢,可以用计时器,或者是跑步APP,或者是一些音乐啊,来帮助控制跑步的速度和节奏,让自己能够保持在一个良好的运动状态啊。 我们可以啊,跟着节奏边听歌边跑。 那么一首歌下来,你能够知道自己大概跑了多长时间。 第五点就是要渐进增量。 刚开始的时候呢,我们可以先试着进行10到15分钟的,这样一个超慢跑。 然后逐渐地去延长时间,增加跑步的距离,这样可以帮助身体,逐渐去适应运动的强度。 还有时间,并且能够避免疲劳,避免损伤。 那有朋友也许会说了,你的这个速度,压根弹步上是在跑步呀。 是不是跑步,不能单看速度,关键是看我们的身体有没有腾空。 走路的时候,咱们总是有一条腿啊,是在作为支撑点跟地面接触,来保持平衡的。 并且你的双腿基本上都是直的。 整个人的重心,是沿着一条水平的路线。 平稳地再往前移动,对不对? 那么这种平稳的状态,就使得体能的消耗,是相对较少的。 而我们在跑步的时候呢? 即使你跑的速度再慢,身体也会有一个短暂的腾空的动作。 身体实际上是依靠腿部的力量,在抵抗地心引力,离开地面,重心呢,也随之起起落落。 而不是像走路一样,处在一个非常稳定的,这样一个水平的水平线上。 并且呢,对于绝大多数的跑步者来说,速度并不是很重要的。 由于超慢跑的速度慢,所以我们心率相对较低。 因此,咱们在跑步的时候,自我感觉也不会那么难受。 对于有减肥需求的朋友们来说呢,我们更容易跑够时间,也更容易一天天地坚持下去这件事情。 而且速度慢了,其实各种运动的风险就相应地降低了,我们就不会再跑着跑着腿疼,或者是损伤膝盖等等,因此呀,也特别适合出跑者。 还有中老年的跑者,长期超慢跑,积累的有氧基础和肌肉耐力,才会越来越好的。 我有一位认识很久的阿姨,年轻的时候,双腿受寒,年龄大了之后,总是腿疼,上楼很吃力。 前阵子我又遇到她,发现她走路变得健步如飞,非常的轻快。 她跟我说,她在看中医的时候,大夫教了她一个锻炼的方法,来改善她的老寒腿。 她坚持做了两个月,现在双腿变得非常温暖了,走路都带风,我一听有这么好的方法,那一定要分享给大家。 而且呢,我自己也先试了,她的好处啊,不只是让你的腿更好这一点。 下面呢,大家跟着我一起来学一学。 这个动作是侧脚走路,所用的呢,是脚的外侧。 在走路的时候,我们把自己的脚掌啊,用脚外侧着地。 一、二、三。 就这样慢慢地去走。 脚的外侧,是足太阳膀胱筋所在的位置。 膀胱筋,我们知道,它是人体最大的一条阳气通道,它很长,从双脚一直到头顶。 小腿如果受寒,那足太阳膀胱筋阳气多数是不足的。 初次练习的人,和年龄比较大的人,刚开始走的时候,会非常的疼。 疼痛点主要集中在脚后跟部位。 还有我们小指的外侧这两个地方。 那大家初次练习的时候,可以先别急着走。 我们就用自己的脚外侧呀。 把你的重心往前移,移动到脚的外侧上。 这样慢慢地去适应一下。 我们通过这样,不断地去刺激膀胱筋。 可以激发小腿上膀胱筋的阳气。 把这些小腿受到的寒气慢慢地赶走。 您可以像我这样啊。 光着脚在比较硬的地板上去走。 也可以穿着鞋走。 刚开始可以先穿着鞋走。 那慢慢地时间长了。 我们就可以逐渐地光着脚走了。 当然光着脚走,对膀胱筋的刺激会更强烈一些。 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呢。 就是我们准备这样一根擀面杖。 您可以坐在家里的凳子上,或者是站着都可以。 然后把你的双脚的外侧,放在这个擀面杖上。 来回地滚动。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。 我个人觉得,用擀面杖对于膀胱筋的疏通作用, 比我们直接在地面上去走要强烈得多。 它会非常的疼痛啊。 所以大家刚开始做的时候,一定要忍耐一下,左右脚交替。 这样你坐着家里看电视的时候, 双脚可以同时放在擀面杖上。 把双脚的外侧擀一擀。 如果感觉到哪个位置特别地疼痛, 我们就要在这个地方上重点地去疏通。 不用太多。 我们先从每天三分钟开始练习。 因为做得太多,真的会双脚非常的疼。 随着疏通呢,你可以做每天三分钟,五分钟都可以。 足太阳膀胱筋。 掌管着身体汗液和尿液的排泄通道, 是最大的排泄通道,也是阳气的通道。 失眠关节炎以及颈尖腰被疼痛,都跟膀胱筋有着很大的关联。 特别是双腿受寒的人。 如果你能够重新打通膀胱筋,让膀胱筋阳气充足, 那么腿上的寒湿就会被赶走。 阿姨也跟我说说, 她的老伴现在跟着她一起练习。 练完之后,尿瓶的问题没有了。 这可是一个非常意外的收获。 我自己试了两次,我感觉睡眠变得很好, 因为身体的阳气足了,睡觉当然也会更踏实。 还有一个做瑜伽老师的朋友告诉我说, 这个方法其实是他们改善扁平足, 用来做的一个方法, 就是说我们没有足弓的这个问题。 我们知道啊,扁平足不仅让腿形难看, 还会引起腰腿疼痛, 这样子去练习几次,足弓慢慢地就出来了, 走路也会越来越轻松, 不分场地和时间。 这个动作随时随地你都能练习, 脚梁扁平足的人现在就可以走一走。 好了,那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。 感谢大家的支持。 谢谢大家。